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的主持人等一下要扣薪水 他們有把現場氣氛炒熱起來 現在應該就是要做安口的 而且他應該講誇張一點 就是我們有做被擺手安口之類的 好 剛剛那個短片 其實我沒有看 可是那個新天堂樂園 他們的配樂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曲子 那 請問現在我們的音樂會的那個標題 都要弄得 那個字 我看不懂 因為某校就是這裡有他們的曾經同學畢業的孩子 他們每年的字我都看不太懂 結果今年換到長庚的我也看不太懂 然後我還問了一下 他們有告訴我是什麼意思 我剛剛在後面想了一下 想他們學習的樣子 想 其實我們今年的曲目非常的難 非常非常難 很專業的曲目 會這麼難的曲目 其實沒有別的 因為我覺得 在我們樂團裡面的呈現 是要一個真實的 什麼叫真實的 就是我不想用一些芭樂圈子來取悅大家 那我好棒 其實東西很難 我可以刺激他們 往前想更深的夢想 那今天這場音樂會 包含我在後台 包含剛剛聽新天堂樂園 我想了一下 音樂這條路對我來講 其實是沒有多想的 對我來說 因為一路都是音樂班音樂班 音樂系 然後音樂研究所 然後就到現在 所以它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就等於我今天站在前面 帶著他們大家 然後每個禮拜過來上課 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每個學校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些很自然的事 可是 隨著我的工作的經驗的不斷累積 實踐的不斷推演 我慢慢發現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在教他們的時候 是療癒我自己 那同樣的 我知道其實很多人需要被療癒 在長更應該是十年吧 十一年 當然這裡面 大家看到的可能是 我們樂團成績很棒 可是實際上這裡面有發生很多 很令人心痛的事 它會是一個記憶 它會是一個讓我一輩子 都會想起的事 這個難過的記憶之後 我覺得 我想要做的 對我的工作的期許是 我要給我的孩子們勇氣 給他勇氣 給他面對未來所有勇氣 給他他在不知道徬徨的時候的勇氣 給他他在任何的焦慮時候 所有的時候 所有所有可以再生存下去 再呼吸的勇氣 那個難過的事情 那個難過的事情其實我知道 其實在座如果有跟著我一起 很嘗試健身孫老師也知道 他其實是我心底上一個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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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動物 這個事情我不是對太多人說 但是是一件非常難過的事 因為瞬間 一個我這麼喜歡的孩子就沒有了 所以今天他們選這個名字的時候 其實給我很大的震撼 而且在心裡面其實想了很多 想了很多我覺得我們在座 想要給大家任何觀眾來聽的 希望你感受到我們的勇氣 也希望你回饋給我們的勇氣 其實只有這樣 我覺得在生死面前任何事情都不重要 而音樂是給我們活下去最大的勇氣 謝謝大家